大家好,大家好! 這支影片我想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房間開箱 OK,為我這支影片是因為我最近就是換了一個新的空間 從上來台北工作到現在大概已經快10年了吧 雖然我終於沒有去韓國一年的時間 至少在台北應該也已經有待個八、九年了 所以就想要來開箱跟大家分享 那這邊主要都是我每天起床化妝的地方 還有我的更衣室 那有的時候可能我直播啊或者是我拍攝一些影片 我也會在這個空間拍攝 那給大家看一下我的空間長怎樣 哇!這算是我睽違大概三、四年左右再度的room tour 這個是我這一次就是自己買的全身鏡 因為我現在人在家裡拍攝 所以我就穿的比較隨便 就是一件超大件T恤 然後配我的 配我的 呃! 配我的睡褲 這個全身鏡其實我覺得算買得還蠻好的 這個好像才兩千多塊吧 我覺得算滿便宜的 好然後再來給大家看一下 待會呢 就麻煩大家陪我一起整理一下我的房間 畢竟你知道我才剛回國 所以這邊算是蠻亂的 這是我的化妝區 然後在化妝區之外呢再也就是這個位置 這是我的衣櫃 那我的衣櫃其實老實說偏亂 我長袖短袖全部都是在同一個空間 下面這邊就是超級亂的部分 我自己覺得我的舒嬅間沒有算很大 但是還算蠻堪用的 因為我定期就會親二手衣 這邊就放一些比較冬天類型的 下面這邊也是一整排 超級亂 這一個應該是我家裡最貴的一個櫃子了 因為裡面全部都是我的精品包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其實我精品包我覺得應該不算多 就是正常 所以我也沒有到特別愛買 但是我的一個缺點就是 我很喜歡在我的精品包上面掛很多的娃娃 那我最喜歡的就是Opangju 所以就掛很多Opangju 但是這個不是 這個是什麼Love&Peace Rabbit 然後這邊也是精品包 下面放一些雜物 然後再來呢是這個空間 這邊就是通常都是放一些我的雜物 然後我的帽子 帽子的部分 因為我其實很喜歡戴配件 所以我配件會盡量買好一點的 這樣就可以一直戴 然後這個櫃子的話 這個櫃子主要放一些我的衣服 運動的時候要穿的一些衣服之類的 這個櫃子就是我還沒有好好整理它 所以它就是目前被我擺放的一些娃娃之類的 再來這個櫃子呢 也是衣服 然後這一櫃就是 也是比較零碎的啦 有的美的東西 再來就是這個空間 這個空間 通常很凌亂吧 因為我有很多東西 公關品什麼的 我都會先把它丟在這裡 這一袋是前陣子 來手那支影片裡面 我買的那個袋子 其實是蠻好用的 它唯一的一個小缺點是 你放在裡面的衣服 就會不想拿出來 放一些不是當季的東西 會比較好 因為我平常很愛拿背包 所以背包通常都會亂丟 然後這個是我自己覺得買的 雖然幾乎是沒有在用它 它是在淘寶上面買的燈具 我記得也不貴 就是一千塊吧 這個燈具就是可有可無 因為我覺得我的空間 沒有到說非常的大 所以我不想要在這邊另外買衣架 我也覺得有點太定 我空間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再來你們可能會想要看 這邊的這個區域吧 第一個櫃子 拿來放我的器材的 相機啊 有的沒的 然後我也有買這個 我記得Gini也有買 它對我來說就是平常沒有那麼實用 因為我平常不太會用拍立得 但它就是超小型拍立得 然後可以下載APP之後上下手機 你就可以拍出拍立得的照片 但是因為現在很多手機都有APP了 所以有它沒它其實 我覺得可有可無啦 如果大家覺得它可愛的話可以買 然後這一櫃的話 這個就是我出國會帶的化妝包 然後這一櫃的話 老實說就是偏雜物啦 明星眼鏡啊 因為我朋友在LV上班 所以我每次去跟他買東西的時候 他都會給我這個香水 通常這個就是可以 出國的時候可以帶著很方便 這一櫃 好老實說也是偏雜物 但它就是放一些我的彩妝品 我會把彩妝跟保養分開放 這樣子確保我在找東西的時候比較好找 這大家可以買 Biolay的 我覺得它算卸起來很好卸 而且它很大片 這沒有業配喔 我覺得可以卸整張臉之外 也比較不會乾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然後這一櫃的話 就是我的一些保養品 那因為我保養品其實算蠻多的 有時候會收到一些公關品 有時候會用不完啦 這個也很好用 攀亭那個爆水護髮膠囊 這個真的不錯 然後這邊就看得出來應該是雜物吧 沒有整理的雜物 然後我會把我的一些市民 放在這個Opangju 這個袋子裡面 基本上是一個沒有整理的狀態 你看偶爾還會出現這種 從日本買回來的小物 我根本連拆都沒拆它 然後這邊還有多兩個櫃子 這個櫃子是我在那個 好好生活上面挑的 剛好是他們有跟我互惠合作 所以我就挑了一個這個超級巨大的櫃子 這個櫃子其實在淘寶上面也看得到 但是因為我很怕淘寶送來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損傷 所以我就直接跟好好生活下定 那剛好就是有互惠合作 如果大家擔心在淘寶上面買東西 會買到就是瑕疵品的話 那其實可以多花一點錢 我覺得比較有保障 這個樣子其實 你在小紅書網站上都可以看得到 它的櫃子我覺得算蠻多的吧 有八個 只是因為我剛好這邊放鏡子的關係 所以這個櫃子會打不開 這個我就沒用 那主要就是用這個櫃子 但這一櫃通常應該是要放 我平常會用得到 但我因為也沒整理 大概就這樣 然後這是我化妝的空間 彩妝品在這裡啊 這個的話也是我之前在淘寶買的 老師說它超重 它真的很像是在居亞裡一樣 我是覺得不可以不用買 雖然它看起來蠻可愛的 但很不實用 這個也是在好好生活 就是他們跟我互惠的時候我拿的 我平常就是很喜歡帶飾品 所以我很喜歡有這個飾品的 飾物的空間 我覺得這個很不錯 這個是我在韓國買的 一個好像也是要一兩百塊 但老實說這個在淘寶上 一定買得到 其實應該更便宜 但我那時候跟羽衣一起買 我是覺得還不錯 就可以放一些飾品等等 這也是在淘寶上面買的 老實說我是覺得它有點 你看它就是會這樣轉 它這樣轉的時候就全部都炸出來 我覺得有時候會覺得有點煩 對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可以跟我分享 然後這個是我在MOMO買的 一個好像要一兩千塊吧 它其實可以開燈 尺寸我也覺得很OK 就是不會到太小 但又不會到就是超級大 然後這是粉絲送我的 阿肥杯子 但我覺得它的容量沒有很大 所以如果要拿來裝飾 我是覺得對我比較不適用 我就拿來當筆筒 這個的話也是我在淘寶上面買的 我是覺得還不錯 我買了兩個 後來一個給我妹 然後這邊就是平常拿來放一些 我的小雜物 對 香水 然後我的盒子 香氛 有的美的 目前還算不髒吧 我想要把 或比較厚的衣服 我想要放到隔壁 它這個就蠻厚的 這個就其實可以掛到旁邊去 感覺要被我炸出來了欸 給你們看 它現在已經有點塞不下去了 至少我這邊有挪出了一些部分的空間 然後我現在要把下面這邊呢 清一下 這樣 這樣 像這個就已經現在應該用不到了 整理房間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欸 我要煩瘋了 而且有時候如果你不整理衣服 很多衣服 你就會覺得好像突然在你家裡消失一樣 但其實沒有 被藏在模處而已 你看像這衣服 這我之前跟小娃去買的啊 我原本就以為它不見了 但它就是被我藏在模處 完全不知道當初買這個要幹嘛 這很難駕馭欸 這除非要去夜店 不然日子什麼時候會穿 意外被我找到了 這應該是我剛拍YT的時候的相機欸 大家有用過嗎 它當年是蠻紅的 Anna Sony的 被我清出一個很大的空間 太有成就感了 我覺得我家裡最需要整理的部分 就是我的那個 最乾淨的衣櫃 跟大家現在能夠整理得很乾淨囉 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我現在在想說 我還有什麼特別想跟大家分享 小房間的一些必買的好物 這個是我目前買的覺得超讚 雖然它是在澳洲買的乾燥花的破箱 然後我覺得很不錯 定期的递這個 然後呢整個房間就會有它淡淡的香氣 這是我近期都在用的分地液 是嬌藍的 上次在馬爾蒂夫買的 啊我覺得還行 可是它比較偏滋潤一點 它算是質地蠻好推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試試看 再來是這個白繃帶 這個白繃帶我覺得很棒 我用的很節儉 因為畢竟它一瓶真的蠻貴的 它大概好像要9000還1萬 我當時呢買的時候是稍微有打折 但我還是覺得它很貴 開始變親手女後 我是覺得保養品就不要省了 畢竟它可以幫你延緩你老化的一些危機 所以我就買它了 我每天早上起床都會用這個棉片 你就不用整隻手就是被弄得濕搭搭的 這個很讚 好啦那就是這一次跟大家分享的影片 最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近期的一些想法好了 因為我身邊其實越來越多的創作者 就是可能現在在短影片開始 慢慢變成一個趨勢之後 長影片的創作者就必須要跟著 就是也一起做短影片 但我覺得這對於做原本長片的人來說呢 就會變成是你要多做一份工 大家應該有發現我自己短影片也發滿多 但我長影片還是持續的穩定更新 對我來說就是加減還是會有一點小累 因為畢竟我的年紀已經不像我七年前剛拍攝的時候 那麼有活力 所以我就想說近期的 就是想要嘗試看看 就是可能拍一些這種比較生活類型的東西 畢竟這是我在六七年前剛開始拍YT的時候 會拍的一些內容 所以這個可能就比較偏向週記的感覺 因為我一個月是月更八支 但我現在還是想要持續月更八支 有在討論說到底要月更六支還是月更八支 但我目前的考量依然是八支 只是我想要把其中的兩支拆成比較偏向週記的概念 這樣子的話我也可以把其他的內容 就是互到比較完善 週記的部分我自己個人也蠻喜歡節目的 試試看反正到時候再說 那以上就是這樣子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這次影片 喜歡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一次影片見 安妞